好 幾屆房地產新聞帶你來關心的是 現在政府決定去做包租工了嗎 不蓋豪宅了 最貴停車場要做豪伴 好 到底最貴停車場在哪裡 我們在節目當中曾經說過 大權就站在旁邊對不對 這就是全臺北市的最貴停車場 應該是說全臺灣的最貴停車場 你沒事往車往那停一下 停兩個鐘頭就覺得很過癮 因為很貴啊 講一下那個地點好不好 這個就是世貿嘛 世貿正對面嘛 那這個地方是哪裡 就101嘛 101的正對面好不好 有feel吧 101的正對面 那本來不是說要蓋豪宅嗎 怎麼變豪伴呢 過去十年聽到最貴菜園 最貴停車場 最貴籃球場是不是都在講豪宅 動不動一個三百萬 大家就講說一定從這邊開始對不對 結果反而發現 搞到現在發現豪宅有點瞎了 最近這段時間豪宅有點差 好 那這個重點來了 這是原力建設 原力是拿到一個全聯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全聯 對了 好 這個林大總裁 他後來思考之後 我們來做豪伴 那這代表什麼意義 你知道 乖我們來看 這個是最貴停車場 這一棟的前面叫最貴菜園 最貴菜園現在是誰的 富邦集團的 你知道要做什麼 要做酒店 Rosewood是國際級的酒店 瑰麗酒店 好 那他做豪伴就是要做包足工囉 是 這重點來了 他就是要收租嘛 所以這什麼意思 新型計畫區的豪宅 OK 沒了 絕版中 我們先講 先差題講一件事情 這樣的話 新型計畫區的豪宅大概剩五個 那就賣一個少一個 會不會再漲 有可能 那好 如果新型計畫區的豪宅破300 大安區豪宅會不會有機會250 有機會 好 所以 這些都離我們太遠了 對 那個先差題了 但我們回來講 剛才談到 林敏雄要做包足工 誰要做包足工呢 政府我們剛才談到 政府是不是也準備要做包足工了呢 因為地上全的兩大天王 明年就要招標了 這兩大天王就在新計畫區 一個是世貿三拐 一個是信義行政中心 信義行政中心 現在目前估出來大概是85個億 那他的面積 世貿三拐的話面積比他還大 大概大一倍多 所以保守估計200個億 嚇死人吧 那政府做包足工 說實在 剛才跟談國發基金概念 差不多做得有夠爛 中華民國所有在過去做什麼地上全 待會就可以聊一下 真的個亂七八糟 從1997年到現在 一共有七種地上全住宅 那出了一大堆的問題 到底有人可以分割 不可以分割 可以貸款 不可以貸款 那搞什麼東西 誰聽得懂 我跟你講隨便舉個例子 那今天來講一下吧 因為 我們也每一千去標世貿三拐 標信義行業中心 但很多小資族說 反正說實在的 不管是70年好 還是50年好 也夠了嘛 那我是不是把房子的買賣 當作租房子 但是不會被房東趕 聽起來不錯 地上全應該不錯 至少不用花那麼多錢 而且價格六七折而已 我永遠不用擔心被趕 對 感覺真好 誤會大了 好不好 我先來講幾個案例 第一個 台中這個案子 這是台中第一個地上全案子 其實台北市地上全案子已經很多了 但對台中來說 這還是滿新鮮的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在哪裡 這個案子在八旗 其實對台中朋友來說 八旗在風樂公園旁邊 其實環境還不錯 環境不錯 它沒有像七旗 怪你只知道 你只認識七旗 但七旗在南邊一點 叫風樂公園八旗 很漂亮的一個環境 環境 生活經濟各方面也很好 那貴不貴 其實也不貴 它的價格其實大概是 市價大概將近七折 不到七折 但是據說開工之後 大家通通退光光 為什麼 因為它開工的時機 更正是台北市地上全 搞得一塌糊塗的時候 你知道嗎 台北市之前有很多的建商 去標了地上全 結果大概有二十個 大概有十幾個 全部跟國產署解約 因為賣不掉 一戶都賣不掉 然後為什麼 待會我會講 那這個案子是不是因為 2020到2050 只有30年太短了 它其實嚴格總解 是2014年算了 它有35年 但是問題是 它完工是在2020 所以大家是不是就想 我這個房子買了之後 30年後就直接OU了 對 是啊 那很多小資族 現在還很年輕 我二十幾歲 我有30歲買房子 那時候我才60歲 房子就OU了 準備睡馬路 所以這個問題很麻煩 所以我講台北市的50年70年 大家都不見得敢買 更何況就只有30年 所以關鍵在租賃權的時間嗎 是 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剛才我們講的 其實有很多的建商 玩完之後發現不能玩 政府有很多 我們待會兒在講 那個問題在哪裡 所以對觀眾朋友來說 這個案子 它現在說沒關係 我2020年我Key好 我再來賣一次 那加油好不好 勇敢 我覺得這建商很勇敢 他賣的價錢是每一瓶19到28萬 周邊的行情是一瓶31萬 差距如果從28到31期就有差3萬 19到31 對 就6折 就6折 6折感覺不錯啊 好 到底買到了什麼都會再來講 這是在台中的案子 開工之後大家通通退光光了 我們再來看高雄有一個案子 是地上權的案子 對 高雄這個案子其實是大建設公司 國安建設也是上市公司 那高雄過去也沒有類似的地上權 結果後來賣的還不錯 2015年開工 2018年完工 然後這70年 那這夠夠久了吧 這70年還不錯 那事實上它的價格 不過是30歲的年輕人 反而他想我也不會活到100歲 然後我就住70年 對 其實還不錯 那價錢怎麼辦 我們如果從17算到25的話 大概將近7折 也還不錯 而且重點哪裡 它賣17到20 周邊的行情是25到30 那地點在哪裡 前鎮區淡黃 所以對高雄人來說 前鎮新興林亞就是 齊萊嘛 其實很厲害的地段 而且環境也不錯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重點在哪裡 我這兩年知道 其實它在賣的過程裡 很多香港朋友來買 香港人認為說 買地上權沒有問題 香港房子不多99年 對不對 所以他們滿習慣這件事的 滿習慣這件事的 台灣人就沒那麼多 台灣人就覺得說 好像要團給兒子孫 對 但現在很多人沒生小孩 馬門團 那要傳給狗 OK 那其實真正講回來 台北有一個成功的案例 所以高雄這個案子 其實如果從房價來看 以及它的租領期來看 是相對OK的 台北最有名的就是金站了 對 那金站的部分 因為它點太厲害了 叫台北車站 它是台北車站特定區 第九交通用地 它適用的法源是促餐法 它還不是一般的這種住宅 但我們現在大家看得知道 2009年完工 但它的合約是從2005年開始賺 那重點它到50年 反正它有50年了 對 但它交屋之後就只剩46年 有這麼計較 別講 這差很多 2009年到現在多少 已經10年了 所以它現在只剩下30幾年 它已經14年的 你就說現在去買的人只能夠 再用35年 再用35年 所以這有沒有差 有差 你這個地上泉都在 你不要想增值 它的價值是越隨著年稅越短 它的價值越低 地上泉的房子應該是越老 要越便宜 對 那好現問題 我們大家講 它價格怎麼樣 現在45萬 旁邊的套房大概57 其實要跟大家報告 去年在大同區成交了一個新的預售案 成交價100 我們先比57就已經很厲害了 那如果是45比100 哇 很神勇喔 那這個45是當初賣的45 還是現在的行情 現在的行情 那當初要賣多少錢 當初389 所以還是漲啦 對 那你剛剛不是說地上泉的房子 不會漲嗎 重點是在 我告訴你 這個遊戲規則就差別在哪裡 誰在決定漲結 是建商 這案子的開發商叫日勝生 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買個地上泉的房子 我以後賣喔 你賣給誰啊 不是 價錢不是你說了算 賣給想買的人啊 對不起 不是你可以今天找個重介貼一下 這房子賣 不行 因為我們的概念都是房客 我們要到房東 就是建商那邊去換約 所以他就無所謂買賣 他不是買賣問題 他只是換約 那建商過去賣你38 但是現在那個憲哥要來買 我就賣45啊 你就用45的角度 所以那是租金調高的概念 好 到底可不可以買 到底買地上泉的房子 要注意哪些啊 講四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在哪裡 第一個他不能夠分戶貸款 因為銀行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說 我如果這個金佔多少戶 979戶 就大家一起貸 如果銀行要對979個住戶 他傻掉了 所以我就直接對你建商 然後建商你去收租 那如果說今天有9個人沒交租還好 97個沒交租你就昏了 所以難怪很多建商就不想玩了 對 所以沒有辦法貸款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說 現在勉強可以貸 就金城建設 金城銀行在貸這個貸款 多少錢貸款五成 然後利率3.5到4% 開玩笑 現在我們買房子利率多少 1.6 1.7 差三倍 所以利率特高 自備款特多 你算500萬你要拿250出來 一般年輕人不見得拿出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地租 你房子價值越來越低 地租越交越高 每年地租3.5到5% 那自用住宅的 地價稅的稅率是千分之二 3.5到5 就算你3.5好了 千分之二差多少倍 差快20倍 17.5倍 有沒有差很多 差很多 然後居住正義一下 他每年給你調公告地價 所以他的租金是隨著公告地價往上漲的 地租 然後你的價值越來越低 然後地租越交越多 這什麼東西 這就很好玩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交易 剛才阿關你們講 我們一般買房子 你30萬買你想賣多少錢 賣40萬賣50萬 隨便你對不對 那這件事情它沒有交易 我們要到那邊去換約 所以這誤會就很大了 那第四個最大的問題是 50年之後怎麼辦 怎麼樣 收回 我們國產署的標準答案 沒關係50年後我們不在 別想這件事 我還是在講 我們偉大的國產署 他講了一句話 相信未來的政府 有能力去解決未來的問題